20年前,1998年,那时,我还是个四岁的孩子,为大家说一说1998年的全球二十大经济体。 美,与美国当之无愧的经济霸主,再加上狼狈为奸的日本,两国GDP之合为13万亿美元,而排名第三到第二十的经济体质,可恰好也是13万亿美元,美国GDP为9.089万亿美元,美国从1894年,就一直占据全球GDP第一的位置。 此后也只有前苏联和日本曾经威胁到美国的第一位置,不过两种后来的结局就是一死一伤,日本GDP为3.915万亿美元,是美国的43.1%,相比80年代,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。 欧洲四强德,英、法、亿,欧洲四千GDP之合为6.35万亿,是美国的70%,联邦德国第三,两位1782亿美元,英国第四,14778亿美元,较上一年上升一位,超过了法国。 法国第五,14689亿美元,较上一年下降一位,意大利第六,12246亿美元,中国中国内地,GDP为10195亿美元,全球第七,发展中国家第一。 中国GDP约为同期美国的11.2%,日本的26%,2017年这一数据,分别是63%和251%,台湾GDP为2761亿美元,全球第十八,约为内地的27.1%,2017年这一数据为4.7%, 新人国家除中国外,巴西位GDP8,印度12,俄罗斯19,印度GDP为4287亿,约为中国的42%,而2017年,印度约为中国的120%,俄罗斯GDP为2710亿美元,甚至排在了台湾之后。 总结世界经济风云变化,如今中国经济发展,正在经历平稳下行,和结构升级阶段,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十分担心,但是认为,增速放缓是必然结果。 而且虽然我们增速放缓了,但是我们的增量,仍然是十分巨大的,而且如果经济的质量能有效提高,降低一点数量也是值得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